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者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group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group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有即时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验试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权盘牢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所有的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PMO 现在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又回到这个星期的奇权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1年7月11日 开始之前也是那句老新常谈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条影片 就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因为你可以收到我的特别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好 麻烦你按个like 或者还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留言里留言 我会尽快回来的 长话短说 回到这个星期的恒指 这个星期是非常精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星期恒指 足足走了1000点 有1000点波幅 如果要计算 由结算后到现在 其实走了差不多2000点 其实也挺多的 已经7月第一个星期 正式来说第一个星期 已经走了差不多2000点了 如果以月波幅 已经做完了 如果你问我 已经做完了 超了 压完成了 因为如果以这个月 原先估计月波幅 大概1440多点 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数 已经接近2000点了 好了 看回周线图 周线图 上星期说了 一支羊竹之后 就应该有三支阴竹 现在这星期出了第二支 会不会有第三支呢? 第三支会不会有再低于第二支呢? 这个暂时还未知 还是第三支不出现呢? 变成一支羊竹上去呢? 如果从周线图看 仍然是淡的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 它已经跌进另一个下跌空间 另外就是从周线图的 趋势图发迹看 其实现在非常接近第二阶段 如果这星期 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升幅 又或者 不能够升穿上星期的高位的话 其实下星期应该在周线图 就会进入第二阶段了 但要这么说 究竟市场是否真的这么差呢? 26800也见过了 27000也穿过了 26800也见过了 那是否还可以再下跌呢? 稍后回来说一下日线 看看是什么手影可以看到 稍后见 好,我们回到日线图 看日线图 如果要数日线图 已经跌了8天 即是已经跌了8支棍 这里看到的 这图下面已经见到8支棍 基本上要计算 在结算前一天 已经开始做了一顶后 就开始跌下来 跌了8个加日 已经7月 由头到尾跌下来 星期五那天 就做了一个 挺大的反达 即是见过26800 8之后 它就开始反达 出了一只羊竹 虽然说出了一只羊竹 它也只是回到上去 上那只竹身的一半 左右 但是呢 因为内地宣布降传准的政策 刺激到夜期 急升了500点 夜期就收到277 距离恒指的收市价 那里高出400多点 也挺多的 现在高水400点再有 但是下星期会怎样呢 首先 所以想跟大家讲一下 268这个位置 其实好几个月前 我已经说要到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江恩计算出来 要见268 等了几个月 由5月到6月都见不到 最终现在7月见了 你问 268是那么重要? 是重要 见到这个之后 我相信它会开始反弹 但是呢 未来的星期 我相信反弹 都会有点受制 未至于弹得很高 暂时来讲呢 下星期给大家几个位置 我觉得下星期的区间 就会由27065.8-2038.73 大约1000点这个Ranger上落 看看能不能站在28000 留上 再回上去 如果能上去 那就更加好 上面还有两个阻力位 一个是2359.27 另一个是2831.05 这几个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站上去 站上28000 就会好一点 市场就应该不再下落 还有 如果星期一回来会怎样呢? 夜期升到500点 那星期一会不会 Gap开上去呢?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我又会这样说 因为夜期升到500点 就算它Gap开 它也会回来 反而反过来 如果平开 就再冲上去 如果不是呢 我觉得 你在高位开 开277 是不是可以继续上去呢? 我有点保留 可能会回来 还有 暂时的衍生工具 都还未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呢? 红镇就被人打了 打了七七八八 没什么红镇 帮到手 所以现在要补回红镇 出红镇 才有机会 有些衍生工具 才能平衡上去 因为很简单 现在红镇准备出 如果下个版本回来 相信 这些证券商 开的都可能是 284 285 274 275 276 甚至乎再高一些277 278 如果你一回来 就高开277 那些 逐一说一句 那些红镇 未出生就已经被打把 挺惨的 所以基本上 要市场 要所有东西都平衡 可能会在下面这位置再摸 摸一摸 或者274 272 这位置摸一摸 等那些红镇全开了 才正式开始冲上去 否则这位置 你又没有了那些红镇 那怎样玩呢 所以 我觉得 下星期会比较大波动 上上下下 它会在 intraday上上下下 拼上下 再 如果 宏观点 就在1000点里面 你说 2个8 会不会再穿 嗯 暂时 我看仓 就不太多 会不会再穿 如果再穿 后市就很惨了 后市就 不是看268 如果一穿268 后市就看得很惨 看多少 穿了再说 我觉得 穿的机会真的不是很高 真的穿先说 最多我到时拍个特别给大家 暂时来说 我觉得下了2000点 反弹一定有 不要说 继续下3000 可以吗 我觉得机会不大 不是不行 机会不大 反弹会有 反弹会有 所以未来这周 我觉得 就算反弹一半 也会上回 280 其实不好 不过分 上回280 反弹0.5之后 也会是280 所以不过分 所以未来这周 还是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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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一点点 7月1日 提到 大户期指仓 是淡仓 目标是279 27 到了 6日已经到了 现在 下了去 星期五收 比它更低 甚至夜期 还未回到279 大户吃饱了 是 绝对是 吃饱了 想想吃饱了 为什么要冲进去呢 有原因要冲进去呢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你问我 大户平仓了 这次来说 我未见到它很大手平仓 但是 我相信它平了一部分 最少平了3分1 最多3分2 可能这些机会平了3分1 因为它已经到了目标 所以它什么时候平都可以 如果平了3分2 我觉得它已经 足够吃了 足够玩了 再者 就算它回上去 现在还在那里 它什么时候平都可以 所以暂时来说 它未平完仓之前 未必会很大急升上去 你说这星期会升得很好呢 说真的 急跌 可以急升 我相信 我都有这么说 我和学生都说 小心急升 不过一件事 看大户平仓了 平仓了就升上去 都是那句 想知道大户平仓了 就一定要留意我收视帖 甚至乎 去subscribe我即使谷 我会有很多好贴士 甚至乎每天的仓位 转变等等 所有东西都会通知 我的谷友 看看图里面 有一条黑色线 画幻 这条不是普通黑色线 这条是由3月的低位 画上去5月 而再建设 再建设 换句话说 过去最后三日 即是3、4、5、3日 都跌到这条线下 如果要令大户平仓 好 首先要回上去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现在来说 都在牛熊分界线下 刚刚在分界线下 要好的 又是要回上去 星期五收市后 期指大好 我相信星期一 是有机会回上去 所以已经见到第一关了 现在看看第二关 就是那条黑色线 是否破得到 现在黑色线大约止去 如果再上去 都接近28,000 即是回到28,000 在楼上的市场 才叫做 出来危险期 或者这么说 都确认下面 应该是2.8 是一个低位 那 我们看着市场怎么走 不过 这个时候 我经常都说一句 散户最佳算有 最沽和最窄 现在这个时候 当然是不要追沽 你说拿不拿 拿不拿就自己决定 但是摆到明 你跌了成2000点 就是重追沽 下面还有多少空间 你想想这个月 第一个星期走2000点 难道第二第三 第四 每个星期都2000点 那市场 21,000都看到了 是不是香港六尘呢? 我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暂时不要想太淡 好了 讲到这里 已经讲了很多东西 讲到很白了 有什么东西 在楼下留言 稍后讲一下 未来星期的特别日子 和趋势头发疾走势 稍后见 回到特别日子 光阴共争日 下星期 真的挺特别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一幅图 可以告诉你 星期一 每个市场都强 没见过 我做了一个报告 差不多一年多了 我第一次见到 打动 这么多市场 我们观察的市场 全部星期一都强 好了,我读读读读一下 恒指 恒指是星期一 星期二强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中 期指 简单 整个星期天天都强 即是 整个星期都会发上发落 也好 波幅 或是波幅未必很大 但一定很反复 好了 各指 各指是星期一强 星期二是中 星期四强 星期五是中 上征 上征3日强 那就是星期一 二 四 道指 2日强 星期一 星期二强 星期四是中 S&P500 星期一 三 道指 纳指 就比较好 一点点 就剩下星期一 下星期 星期一是非常反复 全世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大家看看吧 加上 美股的大升 大升三百多点 夜期 日升四百多点 下星期 反弹一定是必然的 反弹完 会不会再下 反弹 反弹会 反弹多少呢 是否这么快上到二万八呢 就拭目以待 大家看着 好了 再看看下一张图 吹势头法则 现在看看 恒指、各指、科指 即是香港三个指数 都是第四阶段 持续下跌 其实是差的 你问有没有改善呢? 可以说一句 纯粹用吹势头看 三个指数都是差的 没有改善 但星期五的反弹 能不能帮忙呢? 一日的反弹 未必能改变趋势头的走势 起码要多看两天 上证 上证第二阶段 上星期是第一阶段 跌下第二阶段 即是玩具话说 上证是差了的 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牛市结束 道指、S&P 500 和纳指 三个都非常强 第一阶段 虽然道指曾经下跌过去 第二、第三、第四 很快的 反正第一 证明美股暂时都很强 我会说一句 不要乱走去顾美股 但美股强 是否帮到港股呢? 如果你问我 两者已经脱了勾 已经不是很有关键性 两者现在来说 已经没什么特别了 所以最多最多 就是夜期会影响纳指 为什么呢? 方网股多 香港来说 现在方网股比较多 所以最多是夜期 会影响纳指 否则的话 都不大影响 但纳指最近很强 道指跌 他也不肯跌 所以很强 你说 但是纳指跌 不肯跌 但是港股跌了2000点 那你说 所以你说 是不是已经有关联 我已经说了 脱了勾 已经分手了 不觉得还有什么关系 好了 说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说多一点 就是说 这个星期有几天 其实整个星期来说 不是有几天 整个星期来说 旗拳仓是非常帮到手的 为什么呢? 洞悉了大市 大户每一天 想做的事情 想第二天怎么走 基本上 如果有看我Facebook上的收视Post 或者有SubscribePatreon的收视Post 的朋友也好 应该很清楚 这个星期 拳仓盘路很清晰 猜中了很多东西 你说 有没有用 说实际一句 盘路 就是在数大户拳仓 我数拳仓的方法 跟外面街 教拳仓是完全不同的 不只是看 Oi在哪里 就代表那个位不破 没有意思的 之前拳仓是会告诉你 别人想去哪个位 哪个位结算 哪个位停 哪个位会有阻力 其实拳仓是说了给你听 不过问题就是 第一 你懂不懂看 第二 就算懂看 你都会很浪费时间去做 因为我每一晚 在10点半后 都起码做4-5个小时 即是我做到凌晨3点 才出到份报告 才可以洞悉大户做些什么 你想想 外面街有多少人会这样做 告诉你 数拳仓 就告诉你 数拳仓 大仓位 如果预期数大仓位 现在来说 是不是真的那么准 现在的大仓位 全的28,000 已经穿了 那怎么数呢 特别什么呢 已经穿了 全的31,000 或者30,000 是不到的 有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的 看不到什么 所以基本上 外面现在教掃权仓 或者告诉你 权仓是如何 跟我掃权仓 两个东西 如果有兴趣想知道的 在我Facebook 看看过两天 前两天 我放出来的权仓盘 解读 里面很清楚 其实市场 但会不会已经做到 在这里 如果你说 我也想知道多些 你可以PM我 我可以多说些 还有 拳仓是有收费局的 有兴趣可以订阅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同样去PM我 未来会不会教的 我们在看这个月 会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 自从上周 市场变化 看到拳仓 数到这么多 看到这么多 很多人PM我 问我 不开班教 现在正在考虑 但也不会去大班 一定是一个小班教学 因为 我不想 将这么多 秘密 或者我的心血 流出街 都要看看 有缘人是如何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PM我 这星期暂时 讲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觉得我这段影片做得好 麻烦给个like 或者share给朋友 还有 这里都要和大家讲一讲 帮帮手 多点like 多点subscribe 为什么呢 Facebook YouTube现在很烦 有些功能 是要满了1000个subscriber 才可以enable 现在有些新 YouTube功能 我想enable 去帮大家 早点 简单点 去看到一些信号 但 内涵暂时不够subscriber 麻烦大家帮帮忙 如果未subscribe 的 按下subscribe 最好按下小鈴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 下星期 希望下星期 会做个特地给大家 今个星期 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